女帝 没想到吧 你会落在我恶龙组织的手里 要杀便杀 别废话 不 我不杀你 真正能镇住龙国的 只有一个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会把你和一吨炸药 都留在这栋楼里 等魔神来救 然后 你们同归去进 打电话给魔神 是 我的女帝大人 你就在这慢慢等着 爆炸声响起吧 撤 魔神大人 我带人继续救你弟吧 恶龙组织绑女帝在这里喊我过来 里面必然是陷阱 你们在这里经营就行 牧神大人 听我命令就是 牧神大人 我 是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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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为民 猫心力血 鞠躬尽罪 发证 我是无双 冰关厚敛 送孤土安葬 与你为我 魔神大人有证 另外 为魔神家眷安全着想 送遗体回乡 不予公开生前性命 全军将战旗 不如说 你怎么就能这么狠心的 就想我跟文文自己走 妈妈 我去上学了 妈妈 你怎么又哭了 没有 妈妈呀 就是雅妮里边进沙子了 臭爸爸 你怎么还不休养 妈妈每天都为你哭 同学们都欺负我 你赶紧起来帮我们呀 大嫂 投妻之妻已过 你答应嫁给我的 该兑现承诺了吧 大嫂 投妻之妻已过 你答应嫁给我的 该兑现承诺了吧 你要干什么 我哥投妻已过 嫂子 你总没有理由推床 可以跟我上床 我是你嫂子 我然后说邪话的 哈哈哈哈 贤话 你不知道 爸是村长吗 啊 这十里八乡的 谁敢说我鞭子一句贤话 我就杀了他全家 你放心 怎么 嫁给了我 我会好好疼你的 这么多天 你独守攻防 连个男人都没有 寂寞的摸一摸就会兴奋的很吧 别怕了 哈哈哈小叔你不能欺负我妈妈 小崽子你还管我的闪事啊 你放开他就放开他啊 我明白了 你心疼他是吗 很好 那我就给你个选择 要吗 嫁给我 要吗 我就夹死他 我叫你了 他是你的亲子 你放开他 答应我 他就是我亲女儿 不答应 我就夹死他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你可他为国捐取 奉国事 他现在尸骨为寒 你要占他妻子 亲他女儿 你会造天钱的 亲钱 哈哈哈 老子会怕天钱 老子一生 只信手段 豹子 啥 把这丫头骗子 丢河里卫鱼 是不要受 走你脱下来你 我说了 走着走我的女人 没有孙子 你们吵什么 闹什么 啊 姐怎么回事啊 吵吵闹闹 爸 彪子比我嫁给他 要不然就杀了文文 你快帮我讲句话呀 帮你说什么话呀 彪子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吗 你有什么可搞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啊 吴双也是你的儿子 你怎么能逼他的遗伤 嫁给别人呢 彪子是他弟弟 他死了 让他的老婆嫁给他的弟弟 这叫肥水不留外形钱 这不是很好吗 哎呀好了别废话了 赶紧把他们母女都带走吧 是 既然你们要干什么 妈妈 妈妈 放开我 妈妈 放开我 李无双在战步待了十年 不过就是个小兵而已 用命换来的国士称号 连屁都没有 我小弟可是十里八村的恶霸 连狗都怕他 你跟着他呀 只会被人尊敬 你呀 就乖乖的嫁给他吧啊 文文 我就先帮你带去城里了 带走是 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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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混 你把文文文文文文 嫁给郁文文文文文文便 這嫂子要知道 那肯定不會善罷甘休的 那個殘花敗柳 你還真那麼在意啊 玩夠了就丟出去吧 我我我什麼我 聽你寫的就對了 哎呦 這都過了頭期了 抬到山裡埋了吧 放在這影響風水 我看著也會氣 沒聽到嗎 還後來埋了 是不要受 啊 這都過了頭期了 抬到山裡埋了吧 放在這影響風水 我看著也會氣 吹 沒聽到嗎 還後來埋了 是不要受 啊 哎真是邪門 七天了 怎麼都過不了這奈何牆 這到底是什麽樣的人物啊 別拉了 別拉了 放他 回去吧 為何 閻君 我查了 他是為天地利心 為生民利命 為往生 祭絕絕 為萬世開太平的人呐 獨避藏在世 我等 安叔 放他 回去吧 是 啊 教授 真會玩啊啊 哈哈哈 誰都不娶 偏要娶大嫂 哈哈哈 果然是好吃不如餃子 好玩 不夠嫂子呀 哈哈哈 不好意思 那女的 腿長胸 皮膚還呢 喊著都有感覺 我想想都爽啊 哈哈哈 哎 這飆上玩膩了 不要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 也給我們玩了呗啊 哈哈哈 啊 開始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cost 婆子說aser 大哥 你這你你到底是吃吃人 是鬼啊 我知道我是人是鬼 Yap 啊熱心啊哈哈 至急說吧 哈哈哈 我說我說我我說 是你弟弟要娶你老婆 明天就进行婚礼 你说什么 我弟要娶我老婆 是的 他一直娶娶你老婆 那我老婆呢 他愿意吗 喂 大弟弟一直有你女儿 逼他 他不答应 只要杀了你女儿 杀 他敢如此过分 大爷 你不管我事啊 我这是封面形式 封面形式也在死 啊 啊 表 我会杀了你的 表 我会杀了你的 报 报告阵王北方击见摩仙剑之光 什么 我神还活着 我不知道 我刚在外战狗 突然发现天地一动 一共有摩神剑的光芒闪现 快 集结战王之团 去北域 是 什么 摩神大人还活着 什么 你说摩神大人还活着 是 只有摩神大人的怒火 才能让摩神剑爆发光芒 这么说来 摩神大人不仅还活着 而且遭遇了重大的变故 快 随我前往北域 是 你在系位 抵护 妖昌 豹子和刚子他俩昨晚去山上买你哥 怎麼還沒回來 不管那兩個兔崽子 你出去招呼兄弟們把安保做好 今天老子新婚大喜 趕出一間茶碎 我要你向上人投 不行 有我瘋狗在 誰要是敢說你彪少爺的逆臉 我把他親糟忘了下去 走出去巡視 老蔡 你先出去 是彪少爺 你這事要幹什麼 嫂子 我等不及結婚了 你就給了我吧 我看著你這一群大熊在我眼前亂晃 我的心好像在燒 我受不了了 啊啊啊我活動硬了 你不想讓你女兒的命了嗎 行行老子一個電話 就讓他真如何你 來吧 嫂子 開門開門 來吧 嫂子 開門開門 誰在鬼叫叫他們找死 哎呦 岳父大人你想幹什麼 啊我正準備和你女兒 別動房了 什麼 你想逃關注嗎 你不要 把我外酸女兒回回來 你別著急啊 那女兒 我睡了 我的門還給你 你的臭小 我跟你拼了 媽 你這個老東西 誰敢對我動手 你怎麼不要活了 放開 放開 不要吵 怎麼啦 媽 老東西竟然敢對我動手 把躲出去 打死我 買了 是不是不要吵 你 你 幹什麼 放開 滾 你這先注意一下 放開我 你們放開他 我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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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東西 竟然敢打老子 啊 啊 起來動呀 再打老子試試啊 住下啊 再打老子 再打老子 抓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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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不能再打老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抓住我 你不要 你不能再打老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現在知道 求老子 可以啊 那就當著這麼多人的面 當中脫光 趴在地上跟老子坐 我就饒了這老東西 否則 明年的進監 就是他的敵人 李彪 他可是你嫂子呀 你不能這樣 是啊李彪 你哥可是為國犀行的英雄 你不能這樣對待他的遺孫啊 媽 廢話多 你們這群人 真是瞎了你們的狗眼 不知道老子是誰嗎 敢管老子的閒事 這方圓失禮 何搞見老子 都他媽得低頭 你們這群下里巴人 敢跟老子不老講 還敢管老子的閒事 不怕死他 出來 來啊 管老子閒事你看看 李彪 你這樣會咋報應的 好 鬼都怕那個人 老子會罵報應 哎 你說老子怕報應好 找你怕報應 找你說我報 來給老婆 報應 現在人死了 老子怕報應嗎 報應啊 你老子報應 我的乖嫂子 答不答應跟我做呀 你要是不拖的話 就準備給你爸媽發喪吧 李彪你做個人吧 我是你嫂子 嫂子 老子玩的 就是嫂子 李彪你叫這個出場 我 啊 啊 不拖 我拖 我拖 這就對了 我 我 我 真是胸大 皮膚嫩呢 爽歪歪 拖 幹什麼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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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 大 大哥 你不要 你還出生 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是人是鬼 你開花就知道了 我說 這是真的嗎 我沒有在做夢 老婆 你沒做夢我還活著 活得好好的 可是 你在冰塊里面躺了一個星期 我看著你的屍體一動不動的 你怎麼可能還活著 臉王不敢受我 所以讓我回來了 嚷嚷嚷嚷 死人不可能復活 你是誰 不可能 嚷嚷 你記得你小時候都跟父女行道 被我發現 我讓你跪在地上去錯了是嗎 大哥 真的是你 今天你犯下明天打錯 我再也不可能放過你了 哦 我明白了 你是為了想要戰功炸死他對不對 我的祖宰 你永遠都不可能知道 胡說 他打死我吧 打傷我吧 我殺了他 老伴 你死的太殘了 媽 要你個助手 我現在就殺了你 例如說 你別蹬鼻子上臉了 我給你臉我叫你聲大哥 我不給你臉 你算個什麼東西 是嗎 你比我還強嗎 你服役的時候 有戰部給你成交我不敢捨你 可是現在你死了 連戶籍都被消掉了 你在這個世上 就是孤魂野鬼 連個身份都沒有 你拿什麼跟我拼 你要是實相的話 就把你老婆讓給我 然後有多遠滾多遠 否則我會讓你再死一次 真是跟你臉了 不要 抓到 不要笑 滾 哎 三口三口 你這媽的 你老子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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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跪下 自脫霜 我自斷手腳 否則刺 刘莎 你別在我面前撞他 你要知道 爸可是村長 姐也在豪門 他能夠向著我呢 你敢動我一根頭髮 他們會讓你死活葬身之地 再嚇壞 再嚇壞 你嚇壞 麻糊 虐殺老 牆壁大草 這人是恶貫斷情 只有一顧 這人 我就幾天殺你 去死吧 麻糊 你不叫這女兒的嗎 二 文文 老婆 文文他 文文被他們帶到城裡去了 他說我如果不嫁給他 他們就要殺了文文 畜生 我們在哪兒 來啊 你殺了我呀 你殺了我 我就讓文文跟我陪子 逼我是嗎 啊 說不說 啊 你要想知道 就跪下來 跪下來救我 我就告訴你 抓他 老子殺了你啊 我求求你了 你把我女兒還給我好不好 他現在才幾歲啊 誰要你女兒 好 你就是這樣求人的嗎 我跪下 活跪 活跪 老婆 你幹什麼 你怎麼能跪下找人渣呢 他怎麼辦啊 文文他現在才五歲 他要是有什麼事 我也不活了 你放心 我有辦法救文文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說不說 你敢恐嚇老子 你女兒在我手上 等我 我就讓你女兒跟我圍桑 媽的 老子殺了你 逆子 給我住手 爸 你女子 你想幹什麼 爸 他王子文文 給雪柔嫁給他 難道這錢 您不知道嗎 知道的又怎麼樣 你已經死了 他娶你女人 不該嗎 說什麼 你說他該 你個寡婦 嫁別人是下 嫁他小叔子也是下 這叫肥水不留外甄田 你不懂嗎 誰他媽知道你又活過來了 可是雪柔不願意 他竟有文文的生命危險 難道這件應該嗎 你是一個已經被消掉戶籍的人 我沒有時間在這兒給你下午扯 趕緊把鏢子放了 否則 我直接讓執法隊抓你 換你說什麼呢 您是在天談他嗎 天談他又怎麼樣 怎麼 你不服 我18歲參軍 為國爭光傷痕累累 為李家驅得了榮譽 可李妙他 從小不學武術 長大就是個瘟子 您竟然還要拼戴他 難道我就是你親生的嗎 沒錯 你根本不是我李家親生的 你什麼意思 彪子和他姐 是我李家親生的 只有你 那年冬天你媽外出割竹草 在路邊撿到了你 把你養大容易嗎 你竟然打我親生兒子 所以 因為我不是親生的 你就放任他綁走我女兒 強娶我老婆 是不是 所以 因為我不是親生的 你就放任他綁走我女兒 強娶我老婆 是不是 沒錯 彪子給我說 他喜歡他嫂子很久了 但是那時候你再占卜 軍屬不可犯 這點道理我還是懂的 我就強迫他老實點 但是 你死了 戶籍有助消了 搶你老婆 就怎麼樣 覺得 我戶籍消了就客氣了嗎 可知道我的身份 我的來頭 你的身世 你的來頭 你是想說你用炸死 換取了國式封號嗎 那不過是一個虛頭 你還想嚇唬我 不好 國式身份 遠配不上我 我的身份 你想像不到 你仰望不了 那你舍我 就是地獄 你別在這大放厥詞了 趕緊把鏢子放了 我還能饶你活命 否則 你老婆和你的孩子 都到不到山中 是嗎 那我就讓你知道 什麼叫不得山中 我 我 我 滾蛋 你在幹什麼 趕緊給我塑膠 我要做的事情 天地都擋不住 何況你一個情緒的村長 啊 啊 飆子 你個殺人兇手 趕緊給我殺了啦 是 老爺 小子 跪下 我能讓你死的痛快一點 滾 找死 畜生 你真的是無法無天了 竟敢在光天花日之下殺人 我馬上報告 執法堂來抓你 你以為你有機會叫執法堂嗎 你 你想幹什麼 我可是你爹 告訴我 我女兒在哪兒 你只不放手 不是你爹 既然你所作所為 你我父子之情一斷 好好給我說話 我可饒你一命 否則我會親手把你送進棺材 說 在哪兒 他 他被你大姐帶走了 李金鳳 他帶走我女兒幹什麼 二老公姐姐的女兒得了先天性尿骨症 要患診就看上了我問 什麼 你們在急出手 老狗 你一定要想辦法救穩穩 他現在還這麼想 他要是被戈了身 他以後怎麼辦啊 老婆你放心 我想辦法救救穩穩的 趕緊給李金鳳打電話 我女兒若有事 我必從他存下 錦鳳 喂爸 老二又活過來了 愛殺死你弟 讓你叫出我問 什麼 老二又活過來了 對對 你說的是李武雙 對對就是他 怎麼可能 他已經死去一個星期了 你不是讓人都把棺材送到山裡白了嗎 他怎麼會活過來 李金鳳 我女兒叫哪兒呢 李金鳳 我女兒在哪兒呢 李武雙 你真的還活著 沒錯 爺王不敢收我 把我送回來了 你戶旗都消了 活著也只是孤魂野鬼 怎麼 你還想找事嗎 我不想跟你廢話 把女兒給我送回來萬事皆休 你的命運 將會掀起風暴 終生黑暗 送回來 你活著時都只是一個小兵 更何況現在被消了戶旗 你不知道我老公是青州四大家族 有錢有勢 你去話就能要了你的命嗎 很好 那你等著我 老婆 你在家裡等著我 我去救我們 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 李武雙 你殺了我兒子 我不會給你山坊乾舊 你等著吃飯堂來抓你吧 看在我曾經喊你爸爸 你年老的份上我留你一命 但如若你再重弄我 我會親自用柴火把你給燒掉 真是極有此理 竟敢還能威脅我 怎麼了寶貝 我那個躺在冰棺裡一個星期的兄弟 竟然活過來了 還要我把他女兒還給他 死了一個星期了還能活過來 見鬼了嗎 我聽的真真切切的就是他的聲音 說讓我把女兒還給他 否則就要滅了我們 他要趕來 我就讓他再死一次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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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韓麗美鳳王 立刻啟動地下世界 全程追殺一個人 是 來了 就是他 你是從莽村來的叫李吳霜 哼 來成立找女兒 沒錯 那就對了 有人讓我要你的命 是你自己動手 還是要我來 富頭幫 不過青州地下世界的小卒 就算青州教父關龍在我的面前 也只有磕頭的份 你們又算什麼東西 哼 簡直狂妄 連龍也都不放在你眼裡 你是真不知道青州的水有多深 死字怎麼寫 別廢話了 直接斷 呀 啊 啊 有點本事 但是在我看來還不入流 死吧 啊 和我女兒的人噴過來的嗎 啊 山爺已經請蜂芒啟動請救整個地下世界 也對於這事你活不住去的 知道我我不想死 也我就沒救 陳萬山 李金鳳我女兒少一根頭髮 你們都會萬劫不復的 什麼 他一口氣衝破地下世界十層萬甲 往這邊來了 老公我怎麼來了 你那個死而復生的兄弟來了 那那怎麼辦呀 放心吧 出手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地下世界的龍頭蜂王還在坐鎮呢 那就好 不過一防萬一 趕緊去給他女兒做手術 先把腎取出來再說 走 請看看 周醫生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換身手術了 回居姐 助理正在準備了 馬上就可以了 趕緊的好 我身眼皮跳的厲害 點夜長夢多 哎 居姐 你說你哥是豪門 老公又是戰將 在青州啊 你就是王 還害怕別人過來 搗亂不成 也是啊 大姐 小莉莉妹 你們怎麼來了 姑姑姑姑 你救救我呀 他們要過我的事 哎呦 是嗎 就是姑姑呀 讓他們哥的 你要是再叫 我就殺了你 換身手術什麼時候開始趕緊的吧 居妹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我那個死去的弟弟怎麼又活了 他找過來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個死去的弟弟怎麼又活了 他找過來了 什麼 你那個死去的弟弟又活了 怎麼可能啊 都死了一個星期了還能活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就是真的 萬山已經找了地下世界的殺手 他們已經交手好幾輪了 真是見了鬼了 我就說我這眼皮跳的厲害 朱醫生 事不宜遲抓緊手術吧 好我抓緊 小伯 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行 把人帶走吧 帶走 我不要在手術 我要媽媽 小剑就別哭了 再哭我就勾了你的舌頭 啊 這幹什麼呢 你們這是不是抓了一個小女孩在這裡 是又如何關你什麼事 我不想殺老蟻 自己滾開 真是狂的不值天高地厚 敢來鎮匠家鬧事 今天我非力教你做云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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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救救我 闭嘴 不是你姑姑 那个死鬼老爸就是李家捡的 我不配叫我姑姑 赶紧把他带下去别耽误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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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我我想要妈妈 朱医生就拜托你了 我女儿还在等着活胜用呢 可今晚不能出了差池啊 菊姐你就放心吧 就我的道法 一分钟之内就把他的肾给取出来了 放心吧啊 哈哈哈哈 小朋友 不要再叫你啊 东方 你叫睡着 以后啊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再给我死 你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再给我死 吵谁 你谁啊 他就是我那个在棺材里死了一个星期 后来回来的弟弟 没想到他真活过来了 老子就让他再死一次 就凭你 老子是堂堂青州豪门 黑白两道都呼风唤雨 弄死你的枪巴佬还不够啊 枪巴佬 你要是知道老子是谁 他吓死我 他帮快救我 他们要杀了我 别碰 爸爸在 今天这无理伤害我女儿所有的人 一个都没想过 哈哈哈哈 以为自己能打了不起啊 老子有的是高手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别过来 你敢过来老子弄死他 别过来 你敢过来老子弄死他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放了我女儿 你敢威胁我 是好死啊 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 我你别怕 有爸爸在 爸爸会保护你的 自己过来 跪着受死 别以为自己会打就了不起 我姐夫是青州战将江天阳 陛下世界疯狂 也是我爸兄弟 敢动我 黑白两道都不会放过你 这么强 那你又知道老子是谁 我管你是谁 难度我陈家 必杀你万劫不复 那我就先让你万劫不复吧 他 上手你方子 快放开我弟弟 就是你 要求我女儿的事 救你女儿是吧 是又怎样 我老公可是龙城战将 你敢跟我试试 试试是吧 战将 老子冲冲献阵的时候 战将不过是马秦祖 什么资格 在老子冲冲击校长 我兄弟 我被人打了 你快带人到我姐别墅这边来 我兄弟 我被人打了 你快带人到我姐别墅这边来 什么 他敢打你 你怎么着 我哪是要签字带人来 你动了他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疯狂呗 你死定了 疯狂 什么玩意儿 疯狂你都不认识 他可是12岁晋少晚错 17岁手染人命 20岁 九进宫 30岁 就以地下称王的江湖传说 荆州道我只认识一个人 他叫官 人称 荆州教父 哈哈哈哈 黑牛逼 就你 战备十年农民得到今生 凭假死 喝到国事称号的小兵 也配认识龙爷 战步小兵 我的身份说出来 能向你18的 你从坟里爬出 至于关龙这样的角色 也只有被我急斜的份 吹啊 继续吹 我告诉你 封王就是跟龙爷混的 等会封王来了 我告诉他你侮辱龙爷 你看你怎么死 什么 那封王是跟关龙的 你以为呢 东王能坐上龙头 就是龙爷归隐 推他上了位 这样啊 正好 不要灭了你 陈林娘家 孩子需要人照看 我喊关龙过来 给我照看孩子 继续追 还龙爷给你带孩子 他应该是躺在棺材里 一个星期 他疯了 要不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让他从战步调人过来击毙他 要不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让他从战步调人过来击毙他 用不着一个封王 就能把他收拾的干干净净 哈哈哈哈 你不是喊龙爷来给你看孩子吗 哈哈 真是吹牛逼不上睡了 你倒是喊哪 我会让你死得瞑目的 我落成果 佛奈我何 十分钟之内赶到陈家别墅 晚一分钟 我让你看清地狱 哈哈哈哈 衝我左翼 放心吧 你很快就会知道 你的命运会多么的惨 我等着 哈哈哈哈 等一会儿不往来啦 你必要跪地求饶 放心吧 跪地求饶那个人肯定是他 吹 还继续吹 谁谁敢打我陈老弟 给我滚出来 不好兄弟赶紧把我涂了他 就是他打了你啊 对就是他 他还满口的看不起你 甚至他还侮辱龙爷 什么 他竟然敢侮辱龙爷 喂 他说龙爷都不配跟他提鞋 有此理 小子 我给你三秒钟 跪下四十万双目 自断胸腿 宝子 老子让你变肉银 我给你三秒钟 跪下四十万双目 自断胸腿 宝子 老子让你变肉银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面前一只七十 你真是瞎了狗眼 你以为 我那些小龙的关卡 小人在老子面前猖狂了 你知道老子是什么能量吗 我听说过你的能量 青州地下堂 关龙一手扶持起来的 是吧 是 是的话 我就让关龙听你 不是的话 我就亲自动手 哈哈哈哈 哈哈 小子 你真是疯了呀 哈哈 老子已经就疯狂了 没想到 那边老子还疯啊 啊 哈哈 这是哪来的老爷 该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谎 这小子本来是我老婆家的养子 后来他当了十年兵 袒烈牺牲 被封在冰关里一个星期 他不知道怎么又活过来了 什么 哈哈哈哈 一个为了骗封号玩假死的小兵 别敢在老子面前这么残酷 老子 你知道吗 跟在我身边 最不计都是特种兵 我不管跟在你后面的是什么人 我只知道 一手弄 今天你的命运会沦落地去 你还温暖还吹 我受不了了赶紧把他弄死丢到山里围 被逃 哈哈哈哈 我看行 哈哈哈哈 愣着干什么 动手 爸爸我怕 别怕 有爸爸在 我八蛋 吓到我女儿了 知道吗 这是你女儿啊 哈哈哈哈 一起坐牢上 你做了试试 一起坐牢上 你做了试试 后院你怎么来了 混账 这这怎么回事啊 那你刚才说 要把谁给抓了 他 这个不知死活的乡不老 那 这 你说他不知死活 是个无知的废物 关龙对属下管教无方 还请双爷责罚 我看你是在地下世界洪峰话里惯了 忘记我是谁了 没有 关龙永远都只是双爷面前一颗微不足道的祖子 我办的事 属下应该不知 你不知道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吗 不知道 还请双爷讯事 他们这些人 绑了我女儿 要娶我女儿的身 给他们的人治病 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理 什么 他们又是属于你女儿的身 我在问你我该怎么处理 知道属下知道 铁剑 铁剑 按照门规 三刀六洞全部处决 铁剑 铁剑 按照门规 三刀六洞全部处决 龙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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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真不知道他的来头啊 我这可是帮沉船的忙啊 你不知他的来头 那我就来告诉你 他是这人世间的眼眉 在这尸骨而生的传奇 在这个世界上 知道他的人除了尊敬就是恐惧 今日你犯他 神仙不可救 铁剑 啥 这儿老爷 没事 哥们早 双眼 其余人怎么办 你跟我这么多年 这种事情还要问我吗 明白 人杀了 啊 黄文 别怕有爸爸在 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爸爸是英雄 我喜欢爸爸 不用怪 没老婆 老婆 你赶紧逃 你把这本人人抓你了 你老婆 老公 你赶紧逃啊 你把我只把他们人人抓你了 你俩在这通风报信 不是 赶紧跑 赶紧 你无双 他妈还想让你老婆活着的话 就赶给我回来自首 否则我灭于全家 老东西你管怎么着 我马上就走了 赶紧逃 你出来一下 叔爷 什么吩咐 我出去办点事 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是 给我照顾好了 少一根头发 我都要你的命 是 我听话 先跟着叔叔去玩 爸爸办完事情 跟妈妈一起来接你 嗯 去吧 李村长 你跟你儿子怎么这么大仇啊 他根本不是我儿子 哦 为什么 他是我老婆捡来养大的 原本还指望他给我养了 谁知他在占卜十年 只是一个小兵 还把我亲生儿子杀死了 这次要是不能把他枪毙 我这把老胡闹就死不瞑目 别着急 你很快就会死得瞑目的 别着急 你很快就会死得瞑目的 老公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赶紧走呀 别怕 就是他 快把我抓起来 上 把他给我抓起来 都不要动 怎么 你想拒捕 我想知道 你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 凭你亲手杀死了亲弟弟 还问我凭什么 李彪横行相礼 恶贯满营 帮我女儿逼我老婆 她是私有余辜 是不是死有余辜 你说了不算 得执法唐说了算 唐说了算 那为何他横行相礼 你们不抓呢 小子 您是在教我做事 你可以这么认为 就此理 区区一个小民 也该在我面前出口狂言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确定要抓我是吗 我抓你又如何 抓我 我怕你承担不起后果 区区一个小民 你要让我承担后果 我今天就抓你了 我看看我能承担什么后果 刘队长 我老公说的都是真的 是李彪他先帮我女儿逼我嫁给他 他还打死了我妈妈 我老公是被逼在兜的时候 你们不能抓他呀 能不能抓 我说了算 你滚开 老公你为什么这么傻 你还回来干什么 老婆你放心 我的身份非同虚长 他们奈何不了我 还在吹鸟 等会啊 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带走 执法老爷 你们不能抓他 你们把我也抓走了 我要跟我老公身边 刘队长 这个女人也是杀死我儿子的帮凶 你就成全她 把她依稀抓我吧 行 那就听李村长了 全部带走 真的是在作死了 小子 要不是你等会儿 得到执法堂张口说话 你死了你这样臭死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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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别怕 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个傻子 你还回来干什么 他们有权有势的 干嘛就不会跟我们讲道理 不跟我讲道理的人 都已经死了 你们也一样 别怕 行了 老子真他妈听不下去 全部带走 等一下犯人是谁 我犯何罪 报上名来 回唐鲁大人 犯人乃是我的养死 李吴霜 战步十年 毫无建树 靠炸死成了战步逃兵 结果本性残忍 不单打了我 还杀了我的亲生儿子 简直是十恶不之恶 求大人看其其行 以正法计 吴霜 你父之言可否属实 大人 不是这样的 是李彪他先放我女儿逼我家 他还打死了我妈 他请你直叫他 住手 我有让你说话吗 其他人 我是亲机的 对不起 好 不用给他们道歉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可以堂堂正正 吴霜 我现在问你话 对所控制室 你可否认罪 权势污蔑 你让我如何认罪 权势污蔑 你让我如何认罪 岂有此理 尸体战伤 人证也有 你既然说是污蔑 我杀了李彪不解 但是身为执法堂堂主 可知国法当中 有正当防卫一条 正当防卫 说 要对你的人身安全 造成了威胁 为了自卫 才杀了他 他那点本事 还无法对我造成威胁 那你凭什么说 是正当防卫 国法规定 我国民 难于歹徒兴凶 对他人 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对国家财产造成损害 均可出手扶持 这既属于正当防卫 别说 建议有诺 你身为堂堂执法 堂堂主 难道不知吗 你 堂主 你别听他在这 信口自亡 还有一个靠诈骗都敢骗取战功的战部逃兵 怎么处死他 都不为过 你说我是为骗取战部逃兵 难道不是吗 为了博取战功和荣誉 竟敢炸死 这种事情说出来 真的让你恶心 还在这立直气光 不是我李春七壮 我的存在你永远无法想象 我与国家的贡献 我在当时的功劳 你这一生都只能养我 够了 你在战部十年 除了炸死 就只会吹牛逼吗 龙马十年 你连个职闲都没有混上 标的伤人坐牢 让你找个战友求就行 结果呢 没有一个战友肯卖给你面子 竟然还敢说自己 高高在上 你标坐牢不是没有战友为你帮我 而是我压根就不想帮 因为我觉得他活该 国乃国之伎俩 所作所为 都以功为习 以正为道 所有启会 为李雕正 恶不须刺 当主乱 别听他在这 胡笑蛮缠了 赶快判他死刑吧 不说 到底这么认罪 就是 杀人事实成立 还拒不认罪 这不是耽误大家时间吗 哼 连亲弟都杀 真是实恶不慎 我今天终于见识了 什么叫比畜生还畜生的人 你们别这么说 我老公他是好人 他是好人 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帮忙说句话吧 老婆 他们这些人屈言促识 只看强弱不讲道理的 不用给他们逼声下戏 我自有保全之法 岂有此理 是污染人命 竟然敢在大堂之上 还称什么有保全之法 这真是无法无天 他出来 你别再犹豫了 赶紧扳他死刑吧 别怕此犯 灵完不灵 罪不认罪 现在就叛你死 等等 请唐主大人口下留情 正是大人 池南法堂 正在开庭 你为何擅长 回唐主大人的话 我想为此案说两句话 你来要说什么 刚才我收到了 莽村全体村民的联名尚书 为礼无双遍极 求赦他无罪 说什么 莽村全体村民尚书 求赦他无罪 你说什么 莽村全体村民尚书 求赦他无罪 是的 这是莽村全体村民的 请愿书 请您过目 岂有此理 这些刁民为何激情 为一个杀人办脱罪 他们眼里还有没有国法 请唐主大人明辩呀 全体村民都说 李家在村里霸凌 李彪更是无恶不作 冲突之时 更是事出有因啊 是啊 唐主大人 我可以做证 你又是谁 我是和李无双 李彪同村的村民 谢大福 你能做什么证 谢大福 饭可以乱吃 哇 不可以乱讲 你也是有儿孙的人 你想让谢家 绝后吗 李德柱 我今天豁出去了 我们全村人收购你家了 你儿子被杀 就是报应 无双 就是为民除害 我们全村人都和他站在一起 你李家城市再大 还能灭到我们全村啊 就是 李德柱 你也未免太猖狂了吧 胆敢在法堂之上威胁镇人 你的眼里 才有王法吗 王法 谁都知道 我李家在王村 那就是王法 我女儿在青州城 我女婿是四大家族 陈氏豪门 你齐齐一个镇守 你也来压我 什么东西 你 他杀了我儿子 今天 我必须要让他死 你们谁敢拿我 就跟他 一起死 岂有自力 法堂之上 竟敢如此猖狂 今日 我不能再仔细判死 我李无双名字到这些 岂有自力 法堂之上 竟敢如此猖狂 今日 我不能再仔细判死 我李无双名字到这些 什么 你判我死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有那资格吗 有没有资格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是是是 等唐主大人判断你死刑了 你也就知道了 我说 选中 因为别怕 今天就算拼上全村性命 也一定会保全你们 谢大爷 今日之后 我必清除李家图 关网村 清清白日 就凭你 没错 就凭我 别再凶我 唐主大人 我在青州的大女儿 和豪门陈家的女婿 都在等着判决呢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的亲人被杀 人犯无罪 他们是会动怒的 就是啊 唐主大人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 竟然被几个草民过歇啊 请唐主大人三思 我所上书 是真真真正的名义啊 是的 李彪 把他哥女儿 抢娶他哥老婆 还杀了我们村好几个人 若不是武双赶到 我们村只怕你血流成河了 所以 李武双他不是罪人 是光臣的大人 谢大夫 你竟然还敢在这儿 心口死亡 信不信 今晚让你们家 血流成河 你 我真是给你脸了 还敢在这儿药物降味 我真是给你脸了 还敢在这儿药物降味 秦有尊 你个逆子 反而癫了 竟然敢在 法堂之下 斗手打我 唐主大人 想开始行凶作恶 还大逆不道之途 就应该马上想你了 否则 阴厉难容啊 就是 太狂了 竟然在法堂之上动手 此人不足 谁家不安 你们住口 你们又不知道我老公 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有什么资格评价他 够了 别少了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网屯人李无双 不议占卜 且诈实潜逃 回乡之后 为家庭所事 殴打亲父 傻子亲生弟弟 获罪被捕之后 去不认罪 当堂熊熊 此种人 当故 先 本堂处 唤其死罪 立即壮中之情 以敬效忧 这 好 快点大人干活了 大人 让我啊 大人 老婆 别怕 他们避不了我 还敢在此大放厥词 好 本堂组 就拿你事法 看你如何 来啊 上金钟 大人 你又说是好人啊 你不能冤枉他呀 大人 再敢老乱法堂 一并拿下 青天白日 大人明鉴啊 大人 收下有请了 收下有请了 莽村 千里村民 向您请愿 大人 收下有请了 收下有请了 莽村 千里村民 向您请愿 大男 只等何人 赶到乱法堂 禀告大人 国南莽村村墓张醉坊 现在想问 莽村村民李无双 请愿 赦免死罪 我莽村村民周大全 为李无双 请愿 赦免死罪 我莽村村民 郑石头 为李无双 请愿 赦免死罪 我莽村 王老太婆 为李无双 请愿 赦免死罪 我莽村 张头 为李无双 请愿 赦免死罪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你们都是好人 岂有此理 你们尽敢公然与我李家作队 你们是不是都显兵成啊 李大柱 你儿子无法无天 齐押乡理 贼音强略 私有余辜 你会造报应的 天道抽擒 是我李家父 你们这就分明是 嫉妒我李家 康处蛋 这些丢命无法无天 血口本人 下令将他们一兵抓捕吧 念而等愚昧 被李无双 捕获 述处退下 本法官可以 无语追究 则 愿与李无双 同罪了 我们今天 都是心存天理 自愿而来 如果 我们今天 不能为李无双 逃回公道 我老太婆这条命 就不要了 我要了 够多二死 对 血剑血缘 你算我一个 对 如果不能公众犯诀 我们一起撞死藏钱 对 如果不能公众犯诀 我们一起撞死藏钱 大胆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看见了吗 昌天悠闲 公众自在身心 唐主大人 你别听他的 赶快下令判主大死刑吧 我马上给我女儿打电话 让豪门全家 从青州城调来支援镇压 他们翻不了天 唐主大人 此事 关系重大 真相一目了然 你还是听到名声吧 受回判决吧 趁手大人 你明知道我青州城有人 为什么还要公然和我作对 并非与你作对 我身为镇守 为官一方 就应该以法为大 这样做 你会断送前程的 无所谓 我今日来此 早就做好了 谢家归前的打算了 这时候大人放心 就算你赔了官位 你为我们做出 我们全都是让你 谢谢你们 昌天悠闲大人 你都看见了吗 这都是民意所向 不可违背啊 赶紧宣判吧 千里昭昭 公道尚存 请法官大人 判李无双无罪 求大人 判李无双无罪 妈 李彪被杀一案 可能事出有因 我可以暂时收回 我冠人 李无双的审判 查明原因之后 再审 大人 你不能啊 哎 不能 不 必须判死刑 李无双必须判死刑 妈 别叫我妈 怎么知今日 还不如让你在大马路上斗死 我收留了你 竟然养了个白眼囊 妈 你为何也要这么对我 我收留了你 把你养大 你竟然杀了我的亲儿子 你还好意思问我 为什么这么对你 你的良心被告吃了吗 妈 这个事不怪无双 是李彪他先绑架文文 逼我下架 他还打死我妈 我说他是忍无可忍才动手的 闭嘴 你个贱人 见到你们一下就恶心 恨不得啃你的骨头 吃你的肉 打糖喂狗 哎 老伴 你不是在城里女儿的家吗 你怎么过来了 我可怜的女儿 我可怜的女儿 女儿怎么了 都是她 这个狼心狗废的东西 攻击青州黑恶势力 把咱们的女儿女性全杀了 什么 秦凤和万山都被他给杀了 是啊 好惨啊 好惨啊 不不不不 这不是真的 老伴 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 他们都认错 执法队叫我去认识 我怎么能认错 我怎么能认错 我可怜的女儿 两条鲜活的生命 说没就没了 都是她 都是她 喂 什么 好 好 青州执马区有令 半人李不双 在青州杀害 李金方 以及陈万山 陈万区兄妹两人 令 有几名无辜 罪打恶极 恶贯满营 谁最当作 罪打恶极 恶贯满营 谁最当作 这也太情说不如了吧 数次凶残 简直就是社会的灾难 你们都看见了吗 就是这个人命受心的贵子手 唐主大人 你赶快下令 给他判刑吧 你不说 到底这么认罪 我无罪 青州执马区 调了现场监控录像 证据确凿 难道还要逢人吗 人是我杀的不假 但那是他们该杀 放肆 你说该杀就该杀吗 陈万区女儿 换先天性尿毒症 他们就绑走我女儿 要割他的肾 我去救女儿 他们竟一世压我 杀又如何 那种畜生 有多少我就杀多少 岂有此理 为了一个肾 竟弄出了那么多人命 你还理直气壮吗 如果是有人强行 要割你女儿的身 你找去了 他们还找了一帮人 要杀你 难道你就会人去推生吗 他们主大人 别再跟他废话了 这种恶徒 就赶快把他枪毙吧 免着他活着 再去行凶 好 此事再不可饶 再求饶 犯其同罪 来人 把贯人礼物霜 押去金钟撞死 为半吨奔事敲响警钟 一尽消用 抓我 你可知我是谁 抓我 你可知我是谁 你就是个犯人吗 你以为你还能是谁 在这个国家 只有两个人手持上方某剑 可成千出恶 先战后送 一个人是女帝 另一个人就是我 你觉得我是谁 你疯了 竟敢说与女帝比肩 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几日我将你救地正法 就是我把他无能 老公你要干什么呀 我们为救女儿闹出人命 都可以编辑 但是你怎么能说出 要跟女帝比肩 这种大不尽的话 施然无双 你为旧文文 与那些犯罪分子拼命 我们理解和支持你 可女帝是国主 不能冒犯啊 我说的是实话 并无冒犯 你们若是不信 我马上让青州总督 晚长江过来见我 你真是越来越发疯了 你一个区区的盲村刁民 怎么敢说对总督大人 谁叫谁当的花呀 谢老头 黄老太婆 张翠芳 这就是你们全力维护的 一个好人吗 行凶杀人满口大话 你们的眼睛都他妈瞎吗 我知道以你们的认知 不会相信 我战场赋上 信无疑失 我还是打个电话 让青州总督 晚长江亲自过来见我 我是你见过的一行人物 现在在白柳镇执法堂办点事情 我限你十分钟之内赶过来 晚一分钟 我让你牢底坐穿 你们等着吧 万长江很快就会过来的 你们等着吧 万长江很快就会过来的 别装了你是怕配判决 拖延时间而已 但今日你手染人命 再接难逃 就是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喜心其量 别人不知道 老子还不知道吗 老公 你不要再乱说了 你还是赶紧跟唐主求求情 争取情判吧 求情 你没见他根本就是在 寻思枉法 罔顾事实 只帮村霸他们一下吗 他们这样的人 不会同情弱者 只怕更强的人 所以我只能一枪压他 什么 一枪压我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 竟敢在把堂之上压我 我是不是个人物 当青州总督万长江一来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他 胡说 你再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满口胡言 我们都不想帮你了 就是 无论你是为了你老婆 弄杀李彪 为了救你女儿 再出人命 我们都相信你是被逼的 我们同情你 支持你 可是 你一会对女弟陛下不敬 一会对总督大人无礼 真的让我们太失望了 谢大爷 张老太 我并没有乱说 很感谢你们能为了正义和公道 请身而出帮我 但请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普通人 我的来头 超乎人的想象 无论他们的势力 多么的强大 攀根错解 在我面前 都不直接提 够了 法堂之上 一再信口之荒 唐主 没有耐心再陪你耽误时间了 李吾双 再不认罪 本唐主 就将你强制执行了 对 他不认罪 就强制执行 来这 何人 也敢擅闯法堂 我乃青州四大家族之 周家家主 周天海 我乃青州四大家族之 王家家主 王九千 我乃青州四大家族 之赵家家主 赵无敌 啊 青州四大家族的人 这可是青州全贵的顶流啊 是家主亲自前来 发生了什么事 哎呀呀 几大家族 怎么来法堂了 有何指教啊 众所周知 青州全贵 一直有我 周王赵臣 四家占据 我们一截下同盟 留钱 一起赚 有事 一起评 如今得知 有人杀害了陈家主 我等岂能 袖手旁观 谁干的 给我站出来 就是 此人 就应该千刀万划 乱枪打死 才能彰显我的威名 怎么 你们今天擅闯执法堂 是想仗尸其人吗 你谁啊 他 就是杀害陈氏家主的嫌犯 是你 你一个如此 其貌不扬的家伙 你有什么资格和实力 击杀陈家主 陈家主和地下世界的疯王 都有过命的交情啊 这个小子 有何能耐 能击杀陈家主啊 各位家主 请替我女婿做主啊 车里五双 戎马十年 有些武力手段 你们可不要被他的外表蒙蔽啊 什么 勇马之人 不去保家卫国 反倒行凶伤人 罪家一等 我看 应该盼得个车列之行 已经效尤 对 车列他 不愿做驾车之人 真是一群小丑的狂欢 就凭你们一帮蝼蚁之辈 也想动得了我吗 真是一群小丑的狂欢 就凭你们一群蝼蚁 也想动得了我 你说什么 你说我们是蝼蚁之辈 是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你还真是狂妄啊 我看你是在忙慌待久了 知道我们四大家族的威名吧 一只井底之蛙 怎么能了解我们四大家族的情报 小子 你真是狂妄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你可知道 我们四大家族的资金 如果联手起来 可以搅动整个北域的金融圈 现在 你还敢说我们是蝼蚁吗 你们四大家族如此之强 那为何我动动手指 就杀了陈文山呢 然而呢 我们四大家族的报复 已经摧空拉醒了 而你呢 只能像惊涛骇浪中的小鱼虾 你赶紧想想你怎么办吧 怎么面对我们四大家族的怒火 你们若是与我讲理讲法 或还有一线圣洁 但是你们跟我讲势力 只需谈指之间 四大家族轻可覆灭 这就是你们的瞎掌 什么 你跟我们讲势力 哎 来 说来听听 你有什么势力 我的势力 无法估量 以你们的认知 说出来你们也相信不了 对啊 他说他认识总督大人 还打电话 让总督大人过来呢 这种小鱼小虾 就别跟他废话了 执法堂主 赶紧给他判罪吧 判到死相 行 小宝贝 是 立刻将满村刁鸣礼物状 尽诛奉尺 敲响一刀 都给我住手 你们好大的狗胆 都给我住手 你们好大的狗胆 什么人 敢到法堂大声要话 我乃青州教父关龙 怎么 你们要对我开枪吗 教父 双爷 我不是让你给我看好女儿吗 你来干什么 我在青州执法局得知消息 他们认为 是您伤害了李吉凤夫妇和陈婉菊 在白柳珍收审 我特地赶过来 为您澄清一下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管我李家的先生 注意你的言辞 谁疯了 敢在法堂上打我 唐如来 快把这个扰乱法堂之人抓起来 孙长 他是青州教父 青州教父 比我李家还强吗 官爷 正在战步富裕 战功卓著 在青州地面 如雷挂 是身有失荣之人 你区区一个村霸 也配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你强又怎么样 按理无双手染多条人命 执法局亲自下令审判 你还能插手不成 是啊官爷 这是青州执法局亲自下的令 您就不要干预了 这事我比你清楚 是那些被杀之人 犯双爷在先 私有余功 这事我比你清楚 是那些被杀之人 犯双爷在先 私有余功 官爷 怎么了 您跟这个刁民 还有渊源呢 周天海 你怎么在这儿 他杀了陈万山 就是动了我青州四大家族 我们自然不会放过他 在青州地面 跟我们四大家族为敌 就是找死 怎么 你们的意思是 是要拿四大家族来压我吗 官爷 您别误会 我们没这个意思 我们 只是想杀了这个刁民 为陈家主报仇 然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若你们四大家族非要强和 那咱们不妨就碰上一碰 看看是你们的钱多 还是我的兄弟多 官爷 您这是何必呢 平日里 我们四大家族跟您 还是颇有交情的 您为什么如此 护着这个乡下刁民啊 我乡下刁民 你们不知他的分量 越逼我大 实力越逼我强 而等根本就没有 自高做他的对手 算了官老 你自己回去吧 他们觉得我是弱者 他们自己比较好狠 可以拿捏我 那我今天非要看看 他们是怎么拿捏我的 等他们拿捏不了了 我再亲手捏死他们 小子 你还是让满嘴跑火车呢 来呀 你捏死我呀 我说了 双爷的事就是我的事 若谁想动他 得先动我 你四大家族 真是不知死活 非要与我杠上一杠吗 官爷 我们知道你在地下世界的强大 但如今 李无双杀人在先 今日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 难不成 你要干扰国法吗 张总大人 说呢 是啊 官爷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李无双杀了人 就得偿命 而且 这也是执法局的意思 你就别管了 今日李无双注定死罪难逃 今日李无双注定死罪难逃 是的 今日谁也不能干扰国法 你们这些豪强 平日里见着弱的 就无法无天 正是欠人 以手眼通天为本事 可一旦斗不过了 就开始说 不能干扰国法 你们平日里干扰的还少吗 一马归一马 这个刁民杀了人 我们四大家族 必须追究到底 今日谁也保不了 唐主说了 这是上面执法局的意思 难道官爷你 还能大过执法局吗 执法局怕是没有搞清楚 其实青州那几条人命 是我杀的 跟双爷无关 你说什么 我说 李金凤夫妇和陈万局 是我杀的 我说的够清楚 官爷 你别乱说 人明明是我杀的 天佛 你跟了我一辈子 不必再为我悲罪 人是我杀的 因为双爷 曾对在下有救命之恩 我见有人 其他女儿弄完杀起 我官楼一生 敢作敢当 要审 就审我吧 官楼 不必为我悲罪 人就是我杀的 虽然这是在青州 但这点事情我自己能解决 你先回去帮我照顾好女儿就行 双爷 我知道你的能量 但是这次的事情不小 我爸有大麻烦 有什么麻烦 这里不大方便说 总之 你的好友我心领了 人是我杀的 这个罪名我认了 好了韩国 人是我杀的 跟双爷无关 你想怎么审 就怎么审吧 官爷 人命官殿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怎么就乱说 你没来之前 你无双已经承认 人是他杀的了 双爷侠干一胆 帮我脱罪 他随便说 你就随便信吗 好了官楼 你不要再争了 人就是我杀的 杀该杀之人 我看他们能奈我何 好了官楼 你不要再争了 人就是我杀的 杀该杀之人 我看他们能奈我何 好大的口气 竟然敢说 杀人都奈不何 双爷 你就别和我争了 这次的事情的确麻烦 你用我狂东南山 能脱身一个是一个 到底有什么麻烦 我才知道 死者质疑陈万区的老公 江天阳 是九星战将 得知消息之后 已经亲自加战 既往青州外来 势必也会起起 保重血痕 区区九星战将 不作挂齿 不止他是九星战将 其背后还有大水 临战山 整个北日 都在起兵力管辖之内 我实力地位 早非你我认识之时 放心吧 今日他们所作所为 他们是在作死 唐主大人 不要让他们切语 他们是在创工 不说 到底认不认罪 我说了 我杀该杀之人 我无罪 只要你承认杀了人就行 有没有罪 得我说了算 不 你说了不算 得我说了才算 什么 得你说了算才行 本堂主 今天就判你死罪 立即执行 我看你如何 来人家 立刻将这个半人流霜 执行死刑 唐主大人请问 万一 我知道你在青州的实力 但此事干系重大 你还是退避三舍吗 我说了 双爷的事就是我的事 在青州 谁动他就得先动我 动你又如何 动你又如何 大胆 什么人跟沈的法党洞将 我吓了你的狗粮 连老子都不认识了 你们到底是谁 沈干什么 我乃龙城大帅 属下九天战将 江天阳 你有没有资格 在执法堂动墙啊 白柳镇执法堂主 吴炳坤 拜见江战将 算还是下 刚刚是谁在大言不散 说动不了啊 就是他 青州教父 欢容 青州教父 你有什么资格称 青州教父啊 没什么资格 意气为先 江湖上都给面子吧 屈屈一见少民 谈什么面子 江天阳 你虽为九星战将 但也不要弃人在身 我位高于你 屈大于你 兵强于你 亲你 又何呀 江天阳 我也曾在战部服役 立下过战功有荣耀在身 你身为战将 道之 为国者不可欺 不可容 你帮我仇人 便是我仇人 我欺你如何 如你如何 杀你 又如何 今天这法汤我做了 按 我来审 今天这法汤我做了 按 我来审 江天阳 为德率令 战部不赦迷赤 无权干扰地方案件 只能做得 好主主位 枪在老子手上 老子说了算 谁有疑 当场毕了 我支持江战将审安 支持江战将审安 我也必须 好了 既然大家都支持 我就开审了 莽村村民李无双 你在村中杀死了亲弟弟 又到城中杀死亲姐姐夫 尤其是丧心病狂 穷凶极恶 杀害了战将亲说 罪大恶习 现判处 死罪极刑 心口中 头破血流 在乱枪打死 能安葬 不要 我老婆他是被逼的 他真的是被逼的 你就是他老婆 是 他就是为了救我个女儿 他来施首杀的人 很好 他杀了我老婆 就先杀了他了 来 先把这个女的 给我拖出去 壮重而死 你竟效忧 你敢肚子试试 怎么 刘霜 你一个将死之人 还想造反不着 一个区区九星战将 也敢如此猖狂 我看你是混够了 你说什么 区区一个战将 一个卑微的刁民 竟敢说我是区区一个战将 到底是谁给你的底气这么嚣张啊 他还说 跟女帝并肩 对总督大人招式起来 真是大人 这等刁民 你敢过下令 枪毙他吗 他犯我将冒 金鱼 只不过是他敢触弄于我 那我就陪他玩聊 狠的 李克 先处决他老婆 李克 先处决他老婆 是 大人 枪下刘晴 你是谁 回大人 我乃满村村民谢大福 你想说什么 我村村民李武双 所犯命案 是非先且不论 可他妻子一直都是受害者 他没有罪啊 莽村村村民 我来之前听说你们全村人集体上书 要为他求情是吧 是的 李武双这孩子我们看着长大 很懂事 也很努力 在占博服役 也拿过奖章 回归乡里 把乡亲当亲人一样 从不摆架子 反观李彪父子 欺压乡里 为恶一方 我们都认为 要死有余辜 是啊 九大人 明辨是非 法外留情 犯过谁是 你全刁民 在这法堂之上 还搞不清自己的身份 李武双 他杀害了我的老婆 你们现在为他求情 你们不是在找死 是什么呀 是 这穷山恶水 出刁民 还敢替杀人犯求情 蟒村村民 都一人远走 来 把这个老头 和所有蟒村村民 全都我绑了 小天影 这是在作死 你说什么 我在作死 你真以为 我只是一个战步小兵 或者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村民 能任你拿捏吗 不是 你以为你是 是谁呀 因为 差死 你被封了一个 国事的虚名 你忽悠了别人 还能忽悠了我 我要杀你 早就调查了你的背景 你只不过是一个 消防小兵 死亡之后 国策之上 连户籍都注销了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儿和我叫盘 我没有资格 跟你叫盘 你若知道我的身份 恐怕会下的当场寻找 我没有资格跟你叫盘 你若知道我的身份 恐怕会下的当场寻找 你小子真是疯了 你一个区区的丢民 恐怕这辈子都不知道 战将是如何的存在吧 更别说老子是九星战将 是你十辈子都趴不上的高洞 你还打言不惭说 我竟然会给你下跪求饶 我已经给青州总督 万长江打过电话 他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有没有资格 把你吓得晕倒 怎么了 什么 双眼 关龙对不起你 发生什么事了 江天阳 他派整个兵部 屠杀了我们整个青州 地下世界的兄弟 还抓了你女儿 什么 江天阳 我女儿若是少一根头发 我把你十八代祖宗的分子 刨出来你信不信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杀了你女儿 大人 不要了 我现在跪下来求你 现在知道求我了 晚了 触弄了 就只有死弄一条 江天阳 我乃魔神殿主 第十无数 你个少女诗诗 蒋天阳 我乃魔神殿主 第十无数 你个少女诗诗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我是魔神殿主 第十无数 我命你乖乖的 把我女儿送回来 否则 我必图你整个蒋家 催崇无声 你是魔神殿徒 你还真是狗急跳墙 什么谎都敢说呀 你知道魔神大人 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他可是天上 昊夜般的传奇 以人横刀 使人接斧 算个什么 性敢冒充 魔神大人的名讳 可就是狗急跳墙 把我们都当成傻子 想说出来大话 吓唬我们 今天接连冒犯女帝 总督大人 魔神大人 那三天 一万只死都围过 是啊 少爷 咱们就算是站着死 也挺天立地 不必冒犯 魔神大人的名道 魔神大人 可是咱们整个兵部的骄傲 国家的荣耀 岂不可冒犯 你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我的名字叫李无双 而传说中的魔神 叫底十无双吗 其实是 魔神无人底 地十李无双 世界魔神 就是我 吹 继续吹 都知道地十无双 却没人知道姓李 就算姓李又如何 这天底下 同名同姓的人 多了去了 你虽然同名 就一定同身份嘛 我看你现在是精神恍惚 精神崩溃 我倒觉得 今天这个游戏 越来越刺激了 我倒是可以满足你 把你女儿带过来 你再等两分钟 你就会见到这女儿 又将亲眼见证 她的痛苦 我死了就是你 你要看动我女儿一根头发 我会让你杀猪般的哀嚎就死去 游戏刚刚开始 我们不妨慢慢玩 在过往人间呢 像你这栋楼椅 我随随便便就能够遗免死 但此刻 达一种内心的愤怒 今儿是想慢慢玩死 我会很想要这么活着呢 很好 那我就陪你把这游戏玩下去 我们看谁能玩死谁 你就别费力气了 他们有权有势 我根本就斗不过的 只跟我一起 会下来求求他们 说不定 他们给我们一条生物呢 那混血吧 我真的是魔神殿主 我是为了从恶龙组织手中救出女帝 而被一顿炸药碎了心脉 那这冰关中的灵气 我在里面七天完成了复苏 我死亡时 这事情颤抖我醒来 这世界依然在沉头 他们屁都不是 老公 你就别傻了 斩骨送你的邻骨回乡时 都已经说了 只是一个消防兵了 拯救我再是因公牺牲 你运了为财产数个巨大 所以才特付博士 那只是一个虚无的荣耀 他们是这么说的 你看吧 你就吹牛逼吧 连自己老婆都听不进去 冲穿你了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是魔神 我曾杀过万千恶人 镇压过无数藏者 我死后 若是公开我的身份 他们就会报复我的家属 所以你才选择一般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是魔神 我曾杀过万千恶人 镇压过无数藏者 我死后 若是公开我的身份 他们就会报复我的家属 所以你不才选择一般 还真能把自己的谎话连回去 我是你爹 我把你养的 你是什么人 几斤几两 还能瞒着我吗 你醒醒吗 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消防兵 大灯之认 不争不嫌 只是你这个经济之谷所致 这娘们 别跟他浪费时间了 赶快下令枪毙他吧 急什么 像他这种愚知之徒 杀他太痛快了 解不了我心头之气 杀我老婆 你灭他全家 备数奉还 我回来了 这就要打死你 我 我求求你们放了他吧 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现在我命令你放了他 你若跪下来求我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否则一声令下 远雪剑当场 别逼我在法堂上杀人 你还想在法堂杀人 你杀一楼楼楼 我现在数到三 立刻放了我女儿 否则死 他数到三 给我立刻杀人 他数到三 给我立刻杀人 老公 你就别再出弄他们了 赶紧 跟我一块 跪下来求求战将大人吧 老婆你放心 我会不会有事的 二 三 爸爸在 别跑 谁有此理 法堂之杀 甭敢凶凶杀人 让我开枪 打断他双腿 让他跪在我面前 保护双爷 关龙 你是否真的要护他 我关龙这条命 是双爷在战场上救下来的 双爷也曾经是战部的将领 今日 不杀他 就得先杀我 好 既然你作死 怪弄我了 来人 开枪 住手 谁敢开枪 什么人 擅闯法堂 阻我开枪 我乃青州总督万长江 谁敢动我事哥 我乃青州总督万长江 谁敢动我事事啊 只怕堂主 吴炳坤 拜见总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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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城 九星战将 江天阳 拜见 江天阳 你身为战将 不这是龙城 来我青州干什么 随总督大 我虽远在龙城镇上 我文婷妻子被恶徒所害 就特意待人 我妻子 好和公道 恶徒 谁是恶徒 就是他 盲村的一个丢命 你小子还真是狂妄 见了总督大人 为何不跪拜 跪拜 你问他受得起我的跪拜吗 总督大人 您看见了吗 他当着你的面 不是您的存在 您若不将其就地正法 啊 天理不如何 江天阳 你知道他是谁吗 敢用这个口气来说话 他不就是 满村的一个刁民吗 总督大人 你是想说 他是何事 一个虚名 屁都不管路 更何况 那是因为女帝 认为他牺牲 才封他为国师 若是女帝知道 他炸死 不怕 诛他九族 江天阳 你真是太愚蠢了 他的真实身份 比国师 不知道要打多少 走 他是谁啊 青州总督万长江 拜见魔神大人 不知魔神大人 大驾 光临青州 有失远迎 万望恕罪 青州总督万长江 拜见魔神大人 不知魔神大人 大驾 光临青州 有失远迎 万望恕罪 什么 他真的是魔神建主 青州大人 你不会是搞错了吧 他只不过是一个 莽村的刁民 怎么可能是魔神大人 是啊 他是我儿子 他是什么人 我可能不知道吗 青州大人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曾入北都地宫 有幸见过魔神大人的真容 绝不会认错 青州大人 你虽欠我魔神大人 可这世界上 长得像人 太多了 就是他 这个逆子 荣马世年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消防兵 还要诈死骗取了国士封号 藏匿回乡 丧心病狂的杀死了 他的姐姐和弟弟 如此雄雄极恶之徒 怎么可能是明镇世界的 传奇魔神大人 你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消防兵 靠诈死骗取国士身份 就是啊 他们都是我们莽村的村民 你问问他们 都知道 地宫以为他救火死了 封他国士 兵关 正面回乡 我们当时都觉得 他很光荣 谁知道 他是装死 投机过后 就从兵关里边出来 连杀自己的亲人 对了 我这还带着 当时北都战部长官 送兵关回乡时 宣读了圣旨 我不识字 你们 谁能给走都大人念念 给我看看 自有北都消防明远 李无双 能拥救火壮烈牺牲 人齐替龙国挽回 重大财产损失 雄盛大 席之可嘉 特封国事 兵关厚葬 兴死 这么多大人 您还是自己看看吧 他的的确确 就是一个消防小兵 不用看了 我对魔神大人的样貌 记得清楚 不会忍做 况且知道我号码的人 无限 他如果不是魔神大人 怎么会打电话呢 不用看了 我对魔神大人的样貌 记得清楚 不会忍做 况且知道我号码的人 有限 他如果不是魔神大人 怎么会打电话呢 宗族大人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搞错了 魔神大人 可是传奇般的存在 我死的星知 必定强酷厚勇 想见越难过 岂会像这个人 一样频繁啊 对 我阅人无数 但凡有身份之人 必一态不凡 气势出众 怎么看他 也不像那位恐怖极的大人 他若真是魔神大人 莽村李家早就飞黄唐达了 怎么可能会屈居在这小小的青州寄击 是的 以魔神大人的身份和地位 想弄死我们几个 那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 我们何苦还能活到现在啊 住嘴 这帮无知的宠祸 你以为魔神大人像你们一样 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到处显摆吗 之所以这么多年来 没人知道魔神大人的庐山真面 那是因为魔神大人虽身处高位 但以平常心拒之 站在你们面前的 就是真真正正的魔神大人 杜大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魔神大人 但是我知道魔神大人 有号召天下的魔神令 有女帝所赐的至孙剑 不过他要是能拿出来 便信 如果要是拿不出来 他是冒牌的 对 举事皆知 魔神大人有两件信物 哪怕这两件信物 你只要能拿得出一件 我们就信你 如果你拿不出 那就是 总督大人 故意包庇 去你那的 他那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质疑我 我去你那的 他那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质疑我 杜大人 你这是非要反骨这个 狼村刁民吗 江天啊 我已经说了 他就是魔神大人 你还一口一口的一个刁民 需要将自己毁于一旦吗 别骗我们了 我就说他就是魔神大人 这种拙劣的谎言 你问他们会信吗 连三岁小孩都不信 你们信吗 你们信吗 我不信 我也不信 我也不信 总督大人 听见了没有 没人心 总督大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认这个盲村刁民 就是魔神大人 但是您注意下 这几个家主呢 也是青州有头有血 你就是再想偏袒凶手 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不可求待 莫神大人 不如您就拿出您的信物 让这群小丑人闭嘴吧 当时恶龙组织绑架女帝 我冲进楼里取救 被一吨炸药炸飞 信物应该是落在了废墟之中 编继续编 恶龙组织绑架女帝这件事 我怎么知道 身为战部之人 你难道不知这种 引起民心恐慌的消息 会被地宫封锁吗 谁狗雌黄 拿不出信物 你就是冒充的 信狗雌黄 拿不出信物 你就是冒充的 江天阳 你是非要和我作对吗 郑州大人 你身为一帝之都 管高我一级 我已经耐着性子 很尊重你了 这个刁民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 你若非要庇护他 我就不会管他 好歹我可是九星战将 守我雄兵百万 对 今日之事 必要一个公道 你们这帮人 横瀉一气 狼狈为奸 也有脸堂公平 即便他不是魔神大人 此案件 你们难道就有理吗 宗宗大人 饭可以乱吃话 不能乱讲 他是杀害我妻子的仇人 我找他冒仇 还没理了吗 他杀害你的妻子 他为什么杀害你的妻子 据我所知 是你女儿身患重病 要找一个人换身 你妻子便良和李金凤 绑架了她的女儿 他找上门来救女儿 你妻子便和李金凤 动用地下组织的人 对他一路阻杀 所以他不是魔神大人 杀你妻子 也是应该 宗宗大人 你终于承认 他不是魔神大人了吧 你 即日 必要将这个杀人的刁民 置于死地 谁也不能逼我 对 我龙城战部 百万男儿 整个代代 动我者 你诸之 魔神大人 要我治殿地宫 请你立出面吧 不用这么麻烦 你说你是 龙城战部的九行战将士吗 是又如何 那你告诉我 你直属上级的名字 我让他亲自过来告诉你 我是谁 是吗 你能把我的上级交过来 可以 我成全你 我的上级是 一攻四大战神之手 美王 林战山 有本事 把他交过 好 你等着 谁 我若成魔 佛奈我何 魔 魔神大人 你是魔神大人 你还活着 长话断说 你现在在哪 我在青州战部命名出城的 你有什么吩咐 你在青州 那正好 我现在在白柳镇执法堂 你立刻过来一下 是是是 我也待白柳镇 我马上过来 电话已经打完了 使用不了几分钟 一切都会真相当白 编 继续编 你一个丢名 你也配认识林战神那样的人物 听他的口气 好像是在命令林战神过来一样 我看他就是在拖延活命的时间 各位家属 他不能上当啊 应该下令 撤兵啊 是啊 我怎么忘了 我应该先把他的妻儿给处死 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拆出去 军中撞死 先让他心上 扎上第一刀 让他让你扎 总督大人 你虽光口很急 但是你是文职 我是武官 你不要再刻意屁股他 否则 我承受不住 你是愤怒 是吗 你要和我叫板吗 总督大人 我也不想这样 你非要抬过这刁民 只能听门走闪了 杨天阳 你不要忘了 这里是庆州 不是龙城 不是你随便可以撒野的地方 总督大人 你非要抬过这个刁民吗 是又如何 你们江家仗势 欺人欺惯了 今天难道要欺到我 头上不成 总督大人 既然你迈不过这个面子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来人 强行把李无庄 一家丧口我拿下 是 三 岂有此理 咋疼痛刀 把他给我毙了 战神道 参见林战神 你怎么待这 死刁民杀了我妻子 特意敢来出一次事 尾玉林战神 拜见摩神大人 尾玉林战神 拜见摩神大人 尾玉林战神 林战神 你看清楚了 我是一个刁民 还是地狮无双 摩神大人您说笑了 就算我双眼都瞎 也绝对不会认错您 我那我今天的战功显色 都是跟着您牵水板 量而出 您就是我们待造人师 我岂会认错 很好 那你告诉他 我是不是一个 能被他拿捏的刁民 他有没有资格 对我宣派死刑 什么 黄大蛋 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说 我不知道他这波 是他 是他 我无意冒犯 无意冒犯他 冒犯 你说你对我 只是冒犯 要杀我老婆 杀我女儿 他要杀我 再杀我全家 这些只是冒犯吗 怎么 他竟然对 魔神大人 做出如此狂悲之事 我背了他 大帅 我错了 我错了 等等 别忙着动手 魔神大人 还有吩咐吗 今天这件事情 牵扯了很多人 有护我的 爱我的人 也有恨我的 想置我于死地的 我想把这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 是是非非 都说清楚 然后 公正公平 恩怨良情 陈平大人做主 很好 那今天我做主 来断今天的 没人有意见吧 很好 那今天我做主 来断今天的案 没人有意见吧 陈平国神大人做主 很好 那既然都没有意见 我就把这件事 来龙去卖鱼 你儿子 常逼我老婆嫁 还以我女儿威胁 你觉得他该不该说 该 该 既然该 那你为何口口声声要我偿命 我 五双 我是你爹 是我把你养大的 对啊 我把你从路边捡回来 给你养大 你就是位高权重 你也不能恩将仇报啊 是 你们把我捡回来 养大我 这恩情我记 但是从小到大 你们对你 不要好 嫌弃我 这我也觉得没有什么 又我觉得他是地界 你们对他好 这是应该的 但是 他强娶我老婆 你们竟然还要帮他 还想让我女儿 送去给别人割室 还动用所有关系 你向置我与子弟 你们有什么资格做我的父母 就算 我孝敬喊你为生爸妈 你们有资格答应吗 是啊 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 但是 你看我们也这么老了 你也不用跟我们 今天计较了吧 如果人老了 就可以不承受后果 就可以依老卖老随便为恶 那对年轻人 还有什么公平 战位何在 我女儿 把他们都给我送进黑暗监狱 致死不能释放 把他们 给我送进黑暗监狱 致死不能释放 是 吴霜 我们可是你的父母啊 这不能啊 你 你这样是会造报应的 报应 你们不止 我从来都只是别人的报应 带头 你这样是会造报应的 我会造报应的 青州四大家族是吧 你们在青州 一手遮天 无人敢犯 犯者 一王是吧 不敢不敢 我们在 魔神大人面前 我们就是 罗姨 罗姨 对对对 是是是 我们啊 特别崇拜仰慕魔神大人 如果您需要 我们四大家族 一定清尽全力 支持您 笑话 我会需要你们的支持 对对对 魔神大人无敌 不需要我们支持 那 那我们可以随时待命 今后就得差遣啊 好 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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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呢 我们都对魔神大人 唯病师徒 绝望 清州四大家族 仗着家体身后 嚣张跋扈 无恶不作 做事 无问公理 只看强弱 今日 我要替奸行道 为民除害 叛周王赵三姓家族 撞死金钟之上 一事 金钟长鸣 你们刚才 还说对我唯命是几 啊 这么快就不听话了 来人 在 立刻知情 在 拖出去 拿出去 白柳镇执法堂堂主是吧 是是莫氏大人 你要判我 撞死金钟车裂之血 无脑本身 不不敢 是是是 我永远无助 可可可不 不知道您就是魔神大人哪 难道平民百姓 您就可以随便判决 抄金人命吗 他他他他 求求你饶命啊 君思王赵 饶不了你 大人 金钟壮色 摩生大人 你说你是九星战将 手握百万兵团 全是高天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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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话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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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不 yeah這摸 numéro mat 知道我為什麼殺你老婆 啊 說 我我女兒 小兵許我不是 我爸家的女兒 你女兒沒什麼人 我女兒的命就不是命吧 小兵 該不該殺 身為戰將保家衛 我兵權 要是其人 該登何罪 身為戰將保家衛 我兵權 既然無同惡 該登何罪 我就是 傷了我 你何曾經過 我少過惡人 大帥救我 大帥救我 你的命在我手裡 我感情 你 你敢救他嗎 大人息怒 此等惡雷最偏萬死 你說要來怎麼死 我立刻親手之行 大帥 你一定要救我啊 救我 我一句不會 感到徒弟 滾 滾你呢吧 這麼大玩意兒 從窗旁到梁國神大人來殺 這世間 還有你的葫蘆嗎 你了的還能痛快 那魔神大神發話 叫你求生不得 求死 什麼人 這裡不是法堂嗎 為何會有站位 我們是龍城林戰神部下 林戰神在裡面處理事情 我們在這警戒 先人不得進入 哦 林戰神也在 看來這場戲更加熱鬧 你誰啊 竟敢直呼林戰神名字 我叫雷啊 聽過嗎 喲 你是戰狗戰王 你是戰狗戰王 沒錯 聽過我名字 見過我真人的敵人全都死了 你也不理會 路上 是 你不讓我 你進去 走吧 進去看好戲吧 肯定很精彩 我都已經迫不及待了 神大 求求你 萬神大人 饒兵 萬神大人 今日 我已全是壓你 你還不服 也罷 那我就給你個機會 不管什麼機會 只要獲勝給我 我都千額萬心 千額萬心 好吧 你老婆 幫我女兒要割她的肾 你仗著手中有兵權 想取我的命 這我都不殺你 我把你交給今天在場的老百姓 他們若是放你 我便放你 他們若是殺你 我便殺你 這可以嗎 可以 我可以可以 求求大家 求求求大家 你們說吧 是放他還是殺 你們說吧 是放他還是殺 殺了他 殺了他 聽見了嗎 你仗勢欺人無恶不做 我饒你 天饒你 老百姓不饒你 這一切都是你咎咎自取 怪不得我 來人 在 心中作死 是 魔神大人好大的威風 林戰山參見戰王 嗯 林戰山 你是懂你嗎 戰王大人從南方而來 是有何貴干嗎 貴干談不上 只是聽聞魔神大人死而附生 被感震撼 所以特地趕過來看看 沒有 你剛才說什麼 林戰山懂規矩 難道你就不懂規矩了嗎 見找本店主 竟不下跪 我是大人 您都死一次了 怎麼還這麼大架子 沒有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自從你死後 我升任戰部之王 負責掌管整個戰 而你 你被戰部除名 夫妻還被吊銷了 沒有任何身份 哪來的這麼大架 所以呢 你今天來 是想幹什麼 所以呢 你今天來 是想幹什麼 什麼意思 你已經沒有這個 卻在這法庭上指點江山 還擅自處決戰將 知道這是什麼罪名嗎 哇 你是來找我問罪的 對不起了 附身大人 這是我的職責 給我站起來 你這櫃子 幹什麼 你可沒身份的人 你的櫃什麼櫃 多謝張部大人 張部大人 您可一定要為我做主啊 你放心 我肯定替你做主 不過 你要出面 當禮無雙犯罪的證人 張部大人 我做證 他已經在這個法堂之上 處決了好幾個人 張部大人 您及時趕到 法堂之上 早已十方無三 血流成河了 怎麼樣 附身大人 您認罪 沒有 十年前你入戰部 是我簽的命 五年前南皇之戰 是我為你受的險 三年前冰川血戰 是我救你於敵手 你的命和榮耀 都是我親手給你的 如今 你要判我嗎 陌身大人 時代早就已經 虽然能夠大樓的暴殺終結了 幹嘛還一直活在過瘁的權威之中呢 陌身大人 法就是法 禮就是禮 這是你教我的 大政 禮於天地之間 應當堂長正正 公私分明 我不能因為你對我個人有恩 而無視你觸犯法律 草菅人命吧 呀 岂不是顯得你雙標 好一個大義凛然 冠冕堂皇 所以我就想 當初女帝陛下被惡龍組織綁架 是有內奸配合 而那個內奸 就是你媽 好 污衊陣王 最佳一等 李無双 你是自己束手揪琴 還是讓我下令把你拿下 讓大家都不體面啊 就憑你 你不相信 來人 拿下陌生李無双 來人 給我拿下陌生李無双 沒有 你要幹什麼 子哥 你想造作咱呀 陌生大人榮馬十年 保家為我立下汗巴功勞 新創陌生教立以邊垂 列強不敢侵犯 德女帝欽佩 春風帝師 萬年景仰 孤筆日月 你屈可先收我自己的 你是龍了嗎 剛才是不是說了 那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他現在 只不過是一個孤魂野鬼罢了 你怎麼能這麼說啊 魔神大人也是為了救你李大人而犧牲的 他沒事 你李大人肯定會為他揮護身份和榮譽的 林戰山 你一個戰神 你敢對我指手還槍嗎 我只是覺得 魔神大人 無論是什麼身份 都是國家的英雄 百姓的英雄 我們沒有權力指責他 更沒有資格審判他 這麼說 你是無論如何都要做他的司導吧 那當然 任何時候 我都會聽命於魔神大人 好 好 那我就成全你 先拿你是刀 龍楊 明白 啊 戰王大人歸我 雷奧 你這是在作死 雷奧 你這是在作死 作死 你不說 你現在是不是還沒有搞清楚你自己的位置 怎麼樣 這個賤人 練成了絕命毒手 大累了我走 我走 沒事 那我就把這爬子 讓你轉一點 盈盈 尤其 你會走 我走 你會往上走 我走 你會走 你會走 我走 你會走 我走 那你會走 我走 我走 太好了 魔神大人 你没有死 你真的没有死 我没有死 但你心疯的战王 却想杀死我 什么 雷奥 你要杀魔神大人 雷奥 你要杀魔神大人 女帝大人别误会 属下这的消息 有人冒充官员 干涉地方执法 所以才带人过来查看 结果是魔神大人 所以才有了这场误会 你口口声声说要杀我 还下令打伤临战杉 这只是误会 你又说 你户籍一销再无功劳 善在法堂座主 作为新的战武之王 难道我就不该管吗 放肆 连我都要经魔神大人纠纷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该管魔神大人 所以 无论其他人如何舍身枉刺 你心里也只有魔神里无双一人 再无他人是吗 是 又如何 就算我身为战王 老领全军 也不如他一个死人吗 雷奥 你是疯了吗 你有什么资格和魔神大人相提评论 当初若不是魔神大人出了意外 你觉得你能被提为战王吗 未定 够了 对你 一枪中架 你却视我如早剑 我对你太失望 岂有此理 你却是一个臣子 既敢大逆不道对我出言不讯 今日我若不教训于你 你是不知道这世间的警告底后了 雷奥 这 给我将雷奥拿下 我可谁敢动手 雷奥 你干什么 你想造反吗 造反 女帝 若不是我钟情于你 饶你一命 你早已相消欲云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现在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说话 是我给你的机会 你听我懂吗 你终于承认你是那个内奸了 你终于承认你是那个内奸了 魔神大人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上次陛下有人绑架 就是被他算计的 他算计的 为什么 很简单 陛下的心组 只有极其亲近的人 和绝对高层之道 而恶龙组织 就是怎么能在陛下出行的路上 伏击绑架呢 很显然这是有内部人员 与恶龙组织勾结 而这个人就是雷奥 雷奥 是你吗 事到如今 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意 没错 是吗 你是这个你贼 可统敌卖国 不 我没有统敌卖国 如果我统敌卖国的话 你早就已经被恶龙组织的人给杀了 你想干什么 一直都是陌生 他在挡我的道 你隐患的人应该是我 而不是他 雷奥 你为了一几十四 就敢勾结恐怖势力 谋杀国家英雄 你最大恶极 得出畸形 女帝啊女帝 你果然是凶大无脑 我敢前来拿下礼物说 跟你坦言相浅 你觉得我会让你轻易拿下我吗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现在整个青州都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包括你们所有人 什么 女帝 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 也是你的气质 令我特别有争负欲 我真的不想杀你 你嫁给我 你还是女帝 我依然愿意辅送你 你说怎么样 你休想 你休想 帝皇位 还不给我将反贼拿下 是 看来是时候亮剑了 喂 过来收场 玉帝 我最后在我那边 从还是不走 做梦 那我就生死了你的臂膀 杀了他 你开枪试试 陛下让开 让我看看 还有什么本事杀我 来吧 开枪打死我 十八参军 二十军功满身 二十二封神 二十六天下文明 这中国十大军团 力万凶兵 哪个不曾仰望我 受我之血 取起一个雷奥 带几个人一上杀我 离身好 我修出来的东西 你永远都想不到 在我面前 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小组 刘爽 就算你会离身好了 又死了 待会儿我的援军一到 乱枪之下 你再接难逃 来 把他们就围起来 陆建峰 拜见山王 陆建峰 拜见山王 都准备好了吗 你竟在掌握 陆建峰 你镇守清州 竟然与雷奥狼狈为奸 不怕猪了就犹了 总督大人 您是在训斥我吗 身为总督府下属 我训斥你不应该吗 但是您好像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金飞洗臂了 怎么良力 真是不堪一击 有枪用枪走 穿套里多强 何一江王 我还是比较喜欢 亲手寻认敌人的感觉 有情怀 我喜欢 魔神大人 你递避下 二位还要负于顽抗吗 你真以为你掌握一切了吗 我不知道啊 陆建峰 没听见吗 魔神大人问咱们 是否掌握一切了 应该掌握了 执法局 战部 总督府 已经全被我的兄弟占领 就连着法堂之外 也在我的掌控之中 李无说 听见了吗 李无说 听见了吗 我不想给你这个蝼蚁 在这里争辩什么 不过我可以给你些思考 什么思考 你是怎么知道我还活着 并且追杀到这里来的 这当然简单 我跟随你多年 当然知道 你一旦动了木火 那手上的魔神剂 就会引发天地异动 发出冲天光 李无说 你还以为你来无影 去无踪呢 李地陛下 您也是看到了魔神界之光 才赶过来的吧 是啊 怎么了 我在想 你和雷奥都是因为看到了魔神界之光 才赶来的 那我呢 魔神殿的十万铁血强者 会不会知道我还活着 并且赶来找我了呢 李地家 青州 是否有所异动 回家宝 我冰冰之时 青州已经全面封锁 没我的命令 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很好 李无说 听见了吗 你的幻想 破灭了 我听到了 距离这里不足一百米的战车基池 五十米 二十米 我听到了殿州修罗战刀出鞘的声音 还有 还有你在门口站位 好反抗之力的被杀死 轰然到底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 是美奉 青鸾 无情 追命 魔神殿的四大护法 带着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八大金刚 够了 这些人的实力 足够解决一只 上万人的特种战铺 够了 烧在这里 故弄玄虚 宇宙洪荒 你找好 给我杀了他们两个 杀了试试 麦天魔神 麦天 你明明下 给我杀了他们两个 杀了试试 麦天魔神大人 麦天 李陛下 你们竟然比反贼来的还晚 怎么做事的 起来吧 灰魔神大人 我们在境外追查贺龙组织 所以回来的时间长了些 找到贺龙组织了吗 已摧毁贺龙组织 三千五百六十二层巢穴 但是没有找到首领 我知道他在哪 是吗 他在哪 他勾结雷奥 玩了这么大一个阴谋 你们在全世界都没找到他 所以 他很显然就在青州 雷奥战神 你觉得呢 例如说 你竟然知道恶龙首领在青州 你还敢这么称狂 你的意思是 我魔神殿比恶龙组织弱 我比不上恶龙 我知道你无知 但是没想到你会这么无知 你刚才没听到 恶龙组织的三千多处巢穴 已经被摧毁了吧 恶龙首领 已统领全球三百度组织 你连和独国占卜 实力 早已在你魔神殿之上 恶龙首领 已统领全球三百度组织 你连和独国占卜 实力 早已在你魔神殿之上 这是新战王雷奥吧 是他 我刚在海外得到消息 就是他和恶龙组织终结绑架了 故意给您射击 我早知道了 什么 你早知道 他要我拿下他吗 叛国之贼 先打断他的腿 让他跪在我面前 是 主子威武功 我可以称王 先别羞辱他 后面还有一个反贼呢 莫山大人 我是被雷奥蛊惑 再做大错 我先投降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执法局 战部 总督府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没有你的命啊 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我马上让他们投降 美风 美风 在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杀了那些阻拦者闯进来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地狱 是 他们已经在地狱了 那你就去地狱 控制他们投降吧 杀了他 杀了他 你还有最后一个 你还有最后一个 什么都有 拿出你的手机 我知道 恶龙组织的联系方式就在你的手机里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只要你能把他给喊过来 我或许可以忍命 但如果你喊不过来 我让你每天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敢听说过我的手段 我现在就打 现在就打 打开扩烟器 喂 雷战王 喂 龙默少林 魔神还有女帝 都已经被我扑住了 你给我下来 哈哈哈哈 是吗 雷战王果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错不错 魔神殿 摧毁了我几千处巢穴 我死了几十万兄弟 这笔账 全都算在魔神身上 你等我 我马上过来 魔神殿 他马上就到 你饶我一命啊 饶你 你觉得我会饶你 不是跟他说好的吗 咱们魔神就来了 你可是大英雄啊 一眼就顶啊 我是个大英雄 也确实一眼九顶 但要看对谁 对你这种打逆不道 妄文负义之身 我不惜用任何卑鄙的手段 让你难受 美方 在 杀了他 是 等等 怎么了 老婆 你先带着回去吧 这还有一场恶战呢 老公 你一定要小心 爸爸小心 各位乡亲 很感谢你们能为我出头 你们且回去 等我 处理好这边的事情 我回村请你们喝酒 感谢魔神大人 老公 你一定要小心 爸爸小心 各位乡亲 很感谢你们能为我出头 你们且回去 等我 处理好这边的事情 我回村 请你们喝酒 感谢魔神大人 哎呀 真没想到 吴川 竟然是魔神大人 是啊 哎 怎能突出了这么大个人物 太好了 以后啊 怎再也不受推卦的欺负了 有魔神大人照着我们 真还敢欺负我们啊 是啊 这不找死吗 回头见 回头见 我们走 光龙 你带着受伤的林战衫 不去雕伤去吧 是 少爷 有什么吩咐 光龙随时带名 战场已经摆好了 等着受死吧 动手 是 龙城将 哈哈 不行 我错了 我错了 本来一件小事 你仗着市里无法为天 作为作福 劳民伤财 想让你死的痛快点都不行 你 继续走 直到他愿即为止 是 把师弟抬走 把他 拖出去喂狗 莫氏大人 我冤枉莫氏大人 莫氏大人 我冤枉 没吓着你吗陛下 不会 其实我也想像魔神大人一样 在战场上热血厮杀 可我本生来柔弱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 您的优点就是治理天下 这比厮杀更有利益 嗯也是 没上了 黑龙 你终于来送死了 雷战王 黑龙 你终于来送死了 莫氏 你没死 雷战王呢 雷奥 已经拖出去喂狗了 是你让他诱我过来的 你不是也绑了女帝陛下 然后放了一吨的炸药 想要诱杀我 以其人之道 还着其人之身而已 你觉得 你能杀得了我吗 起码我一个 一吨炸药都没炸死的人 你总杀了死我吧 不过是侥幸而已 我知道 你的功法 不过神经九十九七 而我 早已突破智固 达到了一百零一级 这个恶魔 我吓了 别 这条大雨 我跟他有生死的恩怨 我得亲手解决他 是 来吧 我让你先出手 而且不让在场的任何人帮忙 行 那就尝尝我的恶龙咆哮吧 你 啊 啊 陪你住啊 啊 陪你住啊 啊 我是恶龙咆哮 继续咆哮啊 啊 要人家人这么愁蠢 想诱杀我 胡话无点 你究竟深人是鬼 我是神 这 吵死 魔神大人你解决 陛下你斩草出根 不用担心了 多谢魔神大人为国为民分忧 都是小事 没放 在 你们忽悠陛下 回京都去吧 大人你呢 经历此事 我得回去陪陪妻女了 而且要去感谢 那些在关键时刻 听神而出帮我的乡亲 都带回去 请他们喝酒吧 陛下保重 公送魔神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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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你敢说 我扶行 不得开心 不要担心 我会喝酒 你应该回来 我楼梦 你应该回来 你应该回来 睡觉 每天